大家好 今天是3月2日星期五 3月份第二个交易天 昨晚美股先升后跌了四百多点 事源就是中美的贸易战正式开始了 例如钢材、铝等都需要征收关税 不过似乎对加拿大的影响就比较多 反而对中国的影响实际影响就不是那么大 但是姿态虽然是大了出来不是那么严重 不过市场就会受到相关的颁布 再延点起一股避险的情绪 你只看美股就已经知道了 一旦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的最低限度 资金的部署一定是保守的 適逢美国的10名债息已经去到2.8多厘 接近2.9厘 是有绝对的誘因令到资金暂时拍到美债那边 一旦市场缺乏了资金 缺乏了动力的话 就算不大跌也好 都是反复不明的了 美股的急跌 港股就很难独善其身的 现在这分钟是三点半左右 指数已经跌了四百多点了 其实市场的气氛保守之余 港股大家也都要留意 因为虽然今天是第二个交易天 但是在技术上来说 恒指昨天是由三万零四百五十三 升到上日中的高位三万一千零八十一点 为什么我随着你呢 第一个交易天 你很难说先高还是先低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这样 以昨天的高位是三万一千零八十一点 怎么计算呢 如果在三月初旬的时间 恒指没有办法突破三万一千零八十一的高位 一旦跌穿了三万零四百五十三 就形成先高后低的了 高位是一毫 低位一定是后面才出来的了 幸好现在仍然是三月初旬 所以市往后的变数仍然很大 我亦都维持我的看法 在三月初旬指数如果轻轻见低位 其实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 因为先低你始终有条件 亦都有机会后告的 但是技术上来说 除了三万零四百五十三点 这个一号低位的防守性之外 更重要的是十天二十天五十天 仍然是压住在现在的大市楼上 即是指数一日未能够回到十二十五十天线上 技术上都是处于反复大远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市很大机会 会试试三万点甚至会留下的支持 有部份人士就认为 整个调整市由三万三千四百八十四点开步 这是1月29号的高位 跌到2月9号的低位 2万9129 在十天之内跌了4355点 而第一只脚或者第一个低位 是2万9129 有些人看法就是 未来的市场可能会找另外一只脚 这是基建于整个向好的市况 形态不变 在高台上 先会出现一个高低脚 慢慢再等机会再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知道 比较关键的支持 其实现在这一分钟应该是一百天线 一百天线大 一百天线大 现在去到二万九千九百八十点 正在阻止水平 高跌那么多 那就是说 你不穿一百天线的 你不需要担心 还有呢 如果真的形成高低脚的话 老老实实 市场也不应该跌得太深 因为你一跌得深 一个不小心撞穿了二万九千一百二十九点 即是代表有三万三千四百八十四点的回调 调整仍然延续 好了 那高台第一个位 当然是一月二十九日的三万三千四百八十三 第二个高位 就是近期的反弹高位 是一月二十七日的三万一千七百九十九点 三万三千四百八十四到三万一千七百九十九 连线下来呢 这条叫做下降位 那就是说 后续的市要上 或者要进一步向上爬 第一个阻力位 就是这条下降位 首先来说 要回到十二十五十天市楼上 再可以 才有机会再上市这条下降位 其实呢 上方的阻力呢 都还是比较多的 加上呢 那年之后呢 大市的成交今晚呢 都只是一半 就是技术上来说 暂时来说 都看不到大市的方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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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